南韩的粮食自给率持续下降 2018年还有50%左右 但去年已降至44.4% 主要粮食作物中只有稻米可以自给 消费量多的大豆占23% 而需求量较大的小麦却只占1% 有鉴于此 尤其全球受到疫情和俄乌战争冲击 小麦、玉米等国际股物价格飙涨 南韩政府正着手提高粮食自给率 目标在2027年将大豆和小麦分别提高到43%和8% 使整体自给率达到55.5% 为此政府除了将农地面积维持在目前的150万公顷外 也把鼓励一年两座的农田活用补偿制度 改为鼓励、种植、小麦、大豆等 战略作物的补偿制度 相关计划内容中也提到 为替代面粉、制作米粉专用的稻米 产量预计在2027年前达到27万公顿 此外政府还规划将企业在海外港口使用的古物码头 从两个新增到五个 将去年61万吨的企业进口量扩大到300万吨 不只如此 过往以稻米为主的 韩、中、日与东盟的除粮合作目标 也将扩大纳入小麦 判透过国际合作 因应未来粮食变局 中央社综合报道 挺好 中央社维提供 週末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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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